不愧还有人不知道 微胖才是永远的神大 以及的美女朱元玉润国泰民安 而现在的美女 让了上镜的演员 私底下看着瘦的都跟鬼一样 太瘦了吧 你跟他哭露架子的了 完全理解了好蕾说白又受吓人了 什么时候那鱼刮起了 瘦成纸片人的腰疯 我们上一代的女演员 其实没几个瘦的 现在呢 就是大家的审美比较低幼化 我特别希望你是千细的 少女感的 你吓人了吧 那奖心 事实证明美和胖是不忠忽的 结果当年可是靠原纸和眼镜杀出来的 它秘密不愧是鼎灯 这就是传说中的古兽儿童风吧 在娱乐圈也好 然后在这个影视圈也好 从来也不是一个以纸片人著称的女演员 15岁以后就没有下过100斤 一直都在100以上 以前的女明星这样穿 能感受到渔润风雨的自信美 但放到现在就要被吐槽 真的都不是审美将其了吗 我觉得他们有些人的智慧还没有开化 智慧还没有开化 真诚美人再胖也封印不了颜值 对一个女演员 我已经胖成这样了 我还是非常自信地坐在这里 因为我的演技是谁也拿不走的 这个才是中国女性巅峰代表 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 受从来不是最美的标准 永远不要质疑老祖宗的审美 他分飞50斤 只是为了上街好看 年轻时的甜蜜是50第一美女 这可是天下第一都渴望得到的女人 但没有过干美 为了角色增逐时 今依旧风轻慢重 你那脸都肩上那样 我们的电影一拍完 那我应该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呀 你得以为我那种质感 我的时候 大家美的概念的标准是 忠元玉润 你可晓得我 只能不能美为谁 也不能美为谁 每千侈三次欣赏 我可以思念 所以 i know you